這是中間玫瑰的芯末 然後這樣 揚到這盤子成 rel 然後中間捲起來 這個就是中間的部分 然後我們從花蕊 一圈一圈的 然後這邊稍微一點點斜斜的 然後這邊我們左右手要 互相配合 這邊折起來的時候 左手轉右手撐上來 右手往外 然後撐上來左手轉 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要平的 因為有些人你沒有弄他就會這樣一直捲 他就會變一直下去 好 所以你要把它撐上來 撐上來 然後左手轉過來 然後這邊要壓住 然後來 他會有大概一個角度 這樣子 左手轉過來 然後這樣子 這邊要壓住 然後弄起來 轉過來 他就會有一點點角度 但是不是很 很直角 因為玫瑰花它會有一個形狀 這樣子 有沒有這樣 看起來很容易啊 其實摺的話 有時候要靜遠 這樣往外摺的時候 然後 你桌起來壓住 然後讓他畫面是平的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摺起來 就是大概一朵花這樣子 好 那花 到時候我們這邊會有鐵絲啊 綠色鐵絲 是從中間穿過去 然後那個很細的鐵絲 我會從這邊纏繞起來 然後在這邊 我會把多餘的剪掉 好 多餘的剪掉 多餘的剪掉 才穿鐵絲啊 然後有綠色的膠帶 有綠色的膠帶 要纏繞 固定 然後那個 纏繞 纏繞一點點 然後下面呢 我們不是用葉子 葉子的話會穿洞 弄上去 然後我一朵花會有三片葉子 好 三片葉子 然後一邊轉一邊把葉子的那個 黏在筋上的地方放進這樣 這樣就一朵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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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